法国黄背心运动来到昨天已经迈入第23个周末 而星期六在法国所爆发的示威当中 也是继巴黎圣母院失火之后的第一场黄背心抗议活动 结果示威者就把矛头指向了巴黎圣母院的募款活动 不满政府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筹到超过10亿欧运的捐款 所以他们就质疑富商们既然有钱捐给圣母院 为什么不捐钱帮助那些弱势群体呢 身穿黄背心的示威者 喷射水珠的水泡车 烟雾弥漫的催泪弹 燃起熊熊烈火的燃烧物 这个在巴黎市中心重复上演的景象 在这个周末依旧没有缺席 不同的是 这次示威者们把怒气发泄在巴黎圣母院的募款活动上 认为改善民众的生活远比重建圣母院更加重要 情绪激动的示威者也一度和警方爆发冲突 结果被好几名警察压制在地上动弹不得 而警方随后也宣布 在这次的黄背心运动当中 至少扣留了200人 当夜幕低垂 巴黎街头总算回归平静 信徒们纷纷聚集在圣序尔皮斯教堂 手持蜡烛 参与复活节的首页明撒仪式 即使因为巴黎圣母院失火 信徒们不能再像往年一样 到圣母院内参与复活节庆典 不过 换了地点的仪式 还是在庄严的气氛下完成了